2018 年 4K 電視的聚幕戰 今天開始了 在我身後的就是 Samsung 的第二代 Q 4K 電視 究竟第二代 Q 和第一代有甚麼分別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這次旗艦的 Q 9 系列用了全陣列背杆技術 大家會看到機身的厚度比較厚 為甚麼會做到比較厚呢 其實就是它將整個屏幕的背後 做了全畫面的 LED 燈 去做一個背光 好處是甚麼呢 在黑色的表現上可以做到零滲光 其實紅磊技術在其他品牌的 LCD 電視 早兩年都用過 好處是黑色做得比質照式的背光做得好很多 但缺點就是機身的厚度會比較大 但如果換對畫質其實這個厚度的稀身是值得的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試機的畫面 就是這個 Q 9 系列的畫面 現在我們正在看的就是 75 吋 我記得其實上年我們試第一代 Q 8 系的時候 就發覺它在一個黑色的畫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背光 甚至滲光的情況都挺明顯的 這次 9 系的亮度是可以達到 2,000L 在這次 Q 8 電視最光的一部機 其實做到 2,000L 今次的好處是 因為它這一代的電視 全部加了 HDR 10 Plus 的支援 這次第二代 Q 8 另一個改良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接駁的光纖線 其實上一代都開始它所有的接駁位都是透過一個盒子 將所有的 HDMI 輸入就放在盒子上 然後就透過一個光纖線傳送到電視機 一個好處就是你不需要弄到電視機後面有一串線 上一代有一個挺特別的地方 就是除了這個光纖線之外 電視機本身和這個盒子是各自都需要一條電源線 變成就是第一你要有兩個電源插鬚的插位 第二就是其實電視機本身都未做到接近無線的效果 所以就算你放了一條光纖線你可以隱藏了之外 其實你仍然是需要收藏那條電線 但是這次去到第二代的時候 它亦都改良了這部份 只需要在這個盒子上提供了電源 透過一條光纖線 它就可以將電力的輸送 由這條光纖線輸送到電視機本身 只需要你隱藏了這條光纖線 基本上電視就可以做到無線傳輸的效果 這個是方便大家去做一些裝飾 或者掛牆的時候就可以好看很多 除了畫質和接駁的改善之外 這次第二代Q力亦都有一些新的玩法給大家 新加入了一個環境模式 可以將電視融入你那個家居設計中間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功能的示範 首先電視已經接駁了我們的手機 我們首先打開電視的電視 等待一會之後 電視的遙控介面就會出現 進入了介面之後 其實在右上角 你可以找到 MVM Background 這個按鈕 按了進去之後 有些 Default Background 可以選擇 同時如果你說家裏有不同的模式 想做回自己的背景的話 可以用MVM Mode的鏡頭去做回 你想要的背景 然後綠色框框一出現 你就可以按快門鍵 拍張照 就可以幫你的電視 製造背景 下一個步驟就是 製造背景之後 它會幫你計算背景的色 再去調節 亦都可以手動調節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拍照的背景 已經投射回到電視